哈喽大家好 今集的影片就是和家人去看租盤 因為現在房子有很多問題 而且都覺得業主不太好 所以我們就打算搬 今天我們會去市中心搭車 然後去B17的那個區裡看租盤 如果由租館那邊搭巴士到市中心大概是20至25分鐘左右 其實已經很近了 亦很方便在市中心那邊上班 如果大家有留意白鳴漢這邊的事情 都知道現在白鳴漢在辦公平的運動會 所以現在市中心也有很多人 亦有很多活動在進行 剛好我們去到巴士站的時候應該是Princess Charlie經過 我們只是看新聞推算出來 因為我們也看不到他的樣子 車子都嚇了 因為剛才打巴士的時候太多人了 我都不好意思拿手機出來拍片 B17是Cover Harbon和Bearwood那邊的 我們看房子那邊就是在Harbon 那我在維基百貨裡面搜尋這個地方 其實他都說算是北明行裡面比較富裕的區 但是如果比較Solifu的話 我就覺得是沒有那麼漂亮 它的設施就沒有那麼新淨 但是它也是很整潔 對比白鳴漢市中心或者一些B.C. Area 真的乾淨很多 這次看的租盤 一落巴士走幾步路已經到了 想拍攝多些周圍的環境 都沒有時間 大家可以帶他看看是怎樣的 因為我要忙著幫他們翻譯 而且他們看房子真的很快 他們不會慢慢走 看一看每個角落是怎樣的 就這樣衝進去 然後睜眼就走去第二間房 我看畫面好像人家玩槍遊戲一樣 那現在呢 其實這間房子已經租了給我們 都準備簽約了 我弟弟和爸爸都有看過其他房子 但是就真的很參差 在這裡給大家一些提示 如果看到房子周圍的環境 都很多垃圾很髒 千萬不要髒 就算它裡面裝修有多漂亮 這個是差距的第一大象徵 另外決定之前試過看完房子走的時候 是看到有些人在附近賣賣毒品 如果真的想著來八明漢住的話 強烈建議大家 真的要親身來到泰屋 不要聽網上的人說 某個地方有盤 交通OK 租金OK 方便有超市就算了 因為這邊泰屋還有很多方面要注意的地方 早安大家 今天呢就是 我預約了這個韓國salon 就是去剪這個頭髮 我已經差不多半年沒有剪頭髮了 對上一次我忘記是12月還是1月剪 那就... 可能都會拍一下剪頭髮附近那邊 有些什麼啦 那都... 說多一點給大家看一下八明漢這邊的環境是怎樣啦 那我今天剪頭髮那裡呢就是... Celiogra 那就是... 在八明漢大學附近的 那... 那邊其實就有... 還有有韓國超市啦 但我想應該都算... 是... 可能啦 是比較多韓國人會在那邊的 因為它有韓國salon 也有韓國超市這樣 韓國餐廳 那...我記得都有的 不過... 是... 可以... 在這個放假期間可以吃韓餐 因為我之前... 有一個... 有一個教會的朋友就說 那邊是... 有一個蠻好吃的韓國餐廳 但它呢就是逢星期日也不開的 那... 我... 之前是比較有空的 經常都是星期日 有空的 那... 但它也不開啦 所以都... 沒有機會吃到啦 那... 我下個星期都還在放假期 那... 看看... 可不可以吃 啊... 看看... 對啦... 可以找人去吃啦 嗯... 我終於都配了眼鏡啦 不過我覺得... 嗯... 就... 我還沒很... 很習慣這副新的眼鏡啦 對... 我配了... 整... 249磅 都有點貴 不過本身這個框是有點貴的 這個框呢... 嗯... 是... 149磅 那... 然後... 二... 二... 嗯... 二... 二... 就25磅啦 那... 跟著呢... 我就加了那個... 會... 就是... 看到太陽會變色那個... 那個... 鏡子啦... 因為我有機會呢... 就是... 會帶點反應的 可能是假扯的啦 所以呢... 就是... 弄完... 我覺得好像方便一點啦 對啦 那... 還有... 吃東西... 然後化妝... 一把東西... 就出門後... 再... 和大家說啦 現在... 進到廁所啦 那我就想起啦 昨天呢... 就... 被這個業主啦... 半屈了呢... 做一個清潔啦... 就是... 因為他就... 哇... 覺得我們... 維持得不夠乾淨啦... 所以呢... 他就... 要我們給60至80磅啦... 去清潔這個浴室... 下面的浴室... 和... 廚房啦... 其實都... 幾無奈的... 呃... 我覺得是... 這個業主問題啦... 因為我也問過那些朋友啊... 有沒有遇到這樣的事情啦... 或者一些教友... 但是... 都沒有啦... 還有這間屋都... 還有很多問題啦... 嗯... 不過... 可能會... 等... 我搬了之後啦... 再... 拍一段影片... 講一講... 究竟這裡是發生... 過什麼事啦... 還有... 看一下... 如果有香港人... 做過的時候啊... 都注意多一點這些事啦... 那現在呢... 就是他... 他昨天呢... 就清了幾個小時啦... 其實他就... 就是... 用那些清潔劑... 不是...他用那些拾紙巾擦一下而已...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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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我都... 很無奈啦... 早知道我們整家人都... 因為... 都... 跟這個業主都... 搞了很多件事... 那... 那... 對啦... 希望就快點... 結束了那個租約... 離開這間屋啦... 暫時就是這樣... 超想要... GET READY WITH ME... 好慘喔... 我現在... 最近... 吃了太多薯片... 之後爆了一顆... 很漂亮... 很不錯... 昨天... 家人熬了頭... 之後... 就馬上燒了很多... 而且昨天也爆了... 所以就... 好一點... 我打算今天去... 就這樣發... 一點點... 製妝... 戴一個... 淡妝喝水... 這個新眼鏡... 沒有絕對... 會有個空去的... 因為之前副眼鏡... 是沒有那些... 很痛的... 唉... 不要緊... 我有一天... 真的很厲害... 有些人... 戴... 戴這副眼鏡... 知道化那些眼鏡妝很漂亮... 那... 我... 我... 下次應該會... 化這個眼鏡妝... 就是... 完全是... 不覺得... 真的... 很安靜... 我肯定... 要... 試一瓶... 試一瓶... 這瓶... 那... 能夠吃一瓶... 順便按一下臉部 血液不痛一點 這支開口就沒那麼水準了 不過我都有喝咖啡的頭鮮 所以我都OK 我用這個 暗淨淨 它暗淨水準 它想要按一下 我剛剛吃了那個芋子 今天就會中了 試試眼看 好漂亮 大家可以喝茶 整完的時候可以喝這個 然後按骨這樣按 不用很大力的 是正常的力度就可以了 然後按下面的按 就不要乾按 手完全沒有任務 會找我呢 就應該會弄到 會扯到皮膚 其實我都沒有很大力按 只不過眼睛很腫 但以為沒有很大力按 其實我最喜歡按摩這裡才是骨 這些全部都是 水腫 然後手 這個臉霜 這個臉霜超級好用 我已經用了不知道第幾年了 它是很便宜的 而且又不軟 又吸濕得快 不需要省著用的一個臉霜 因為它很便宜 不過我就不喜歡這個設計 因為你用這個臉霜 它就好像有個筆 那些 但我已經掉了 我還要一眼後鼻的 因為我就打算打開 用瓣 摘在那些瓶上 就滴在那些瓶子裡 用到之後 用得很久 因為我那個瓶子 沉浮了 就免得轉 瓶子 這是超保濕 我在香港 都用開這個臉霜 那如果你是中性 混合肌膚的話 你也可以用這個 夏天用也是很舒服 然後再 擦方式 我要快點添了暗瘡 它真的很明顯 珠紅色中 我真的覺得很適合你 就是用上兩種 一次過應該會很簡單 訂一些護膚品 補給一下 這個是常用品 一次過幾個 因為這邊的防曬 沒有用開的牌子 還有呢 我之前買過 這隻的身體防曬 我覺得好像 不太好 還是這邊的紙外線是比較厲害的 因為這個紙只有30度 我已經買了一些高風 我已經買了一些 因為我有噴 然後出街 其實也有黑了一點 不過我現在也算 白得快 或者因為我不是很經常出街 是偶爾才出 所以也不是說曬得很厲害的 可能也會在香港買來放一些防曬 或者大家如果知道有什麼防曬 是在香港這邊買不到的 然後是很濃的 也可以留言区 今天就告訴我 因為我也在 在摸索的階段 然後 因為今天就 我只是出去了 補給我 補給我 很可愛 我覺得它還不錯 很薄 雖然它是比較容易 因為它是比較乾淨的 但是這邊的 因為始終這邊的天氣和香港不同 它沒有那麼容易容妝 因為它比較乾 這裡 可能最多如果 在外面很曬 很熱的話 我會留下肛 應該只是 我鼻子 用褲褲褲褲 粗一點 其實這個遮瑕度 也不是很高 所以我覺得 暗瘡那些 都還在 黑暗圈那些 都還在 但它就可以均勻褲褲 我覺得是日常來的 其實我也記得 它很防曬 它是很防曬 不過我剛才已經擦了 很防曬 所以還可以 因為之前我開的 那些 我也會防曬 很防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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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擦完了這樣 其實都遮蓋了 很多 褲色不光的問題 我覺得都很好 那些 就是 上學 主要是 上學 我來讀大學 那些 化一點點 痰妝 然後都可以了 然後就找 遮瑕膏 遮瑕一些 暗瘡眼 所以已經可以了 我就是剪頭髮 進去 韓國超市 買東西 然後我就回家 那些 因為我明天就要 開餐 燈 超級早燈 所以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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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ish that all my dreams came true But I'm not ever wishing on a star that galaxy's won't make you change your heart I'll make it any easier 因為我本身的調味是超幼的 不其實我本身是因為我的眉頭很幼的 然後一直在香港收眉就會 所以我會用眉頭去收 令到調味超幼的 我以前在這裡是很肥的 不過因為我都收了多幾年 所以它不會這樣把眉毛弄得更多 我現在收眉的廁所也沒有以前那麼厲害 但我沒有做過什麼極光的 有試過做蜜蜜的那些 有試過做... 就是那些小型的做蜜蜜的那些 它就穿蜜蜜蜜 還有... 很久之前有試過做半永久的眉毛 那它就去看了 那我現在就... 上面呢... 因為我很想它很整齊 我就會用眉刀這樣刮 然後下面這些呢 粗的我都會用鉗去蜜蜜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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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要用眉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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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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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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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開始 來 再填一填 去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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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髮已經爛了 我不是說是爛了 也不是的 因為又碰又險 所以已經是好結束了 我經常都會用dyson的髮型 其實也會有點傷 去填 我用了 十三分鐘 做完這個 skin care 加上妝 這個 很快 這個也算是新買的 這個是Tango T-shirt 很可愛 雪眼仔 我還蠻喜歡 雪眼仔 現在 那我就換衣服 換衣服 給大家看今天的OTD 然後我就應該出門口 因為已經55分 我已經換衣服了 你這個東西很可愛 很可愛 你什麼時候買的 這個是觀眾朋友 今天的OTD 沒有什麼特別 好可愛 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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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個帶兩個小鞋 都可以踩 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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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好可愛 很可愛 好可愛 人生不想看 我不是想看 你只有她 她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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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是一間很大間的星農 我就是這間剪頭髮 很漂亮 這間剪頭髮 他說會留三、四年 很漂亮 很漂亮 三、四年? 有些海鮮 很漂亮 看什麼海鮮 有些油油 有些豬油油 有些豬油油 很棒 這些蔥菜這麼美 這是什麼? 韭菜 這個才是韭菜 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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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的 這個很好吃 真的就這樣煎 對 你覺得好不好吃? 一半半 一半半就算了 那就很好吃 這些大陸餃子 這些大陸餃子 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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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時候下醬? 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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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說要吃 韭菜 不用整熱嗎? 我要整熱嗎? 什麼? 要整熱 試試吃 辣椒 還有一些飲料 這些 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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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片拍到這麼狼狽的原因 就是業主和師傅來了做boiler 他本身一時已經來了 我回到家其實已經5點 想不到他還在做 好了 我剛剛就剪完頭髮 回到家 其實已經吃了晚飯了 那我覺得今天這個髮型也挺好看的 不過就還不是很習慣 現在的界線是在 就是中間這樣 因為之前是側邊的 現在看上臉 好像怪怪的 我不知道 還有這邊有一點 真的沒那麼亂 這邊的曲線還是很好 那我就打算 下次可能 下次就應該會去點髮吧 希望可以去點髮 這個 軟的程度 就是我覺得 我很喜歡這個很自然的軟 應該是我剛才翹過耳朵 來的 因為音太長 所以這邊就沒那麼軟 這邊就沒那麼好看 對 對 我覺得如果大家想在百明漢玩一些 譬如是韓國 沙律 的話 我覺得這間的 做法也不錯 我每次都會和我一起剪 他都很喜歡 他的新髮型 對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下次還有什麼 再跟大家分享 那記得 喜歡這條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在下面留言 還有呢 如果想知道我 什麼時候出片的話 可以按一下小鈴 因為其實我出片的時間 都很不定時 還有 我現在的電腦 經常都很慢 應該有些人說 其實應該是上網問題 所以就 上載得這麼慢 我都不太好知道 不過我又沒有說 很追求 一定要很快 立刻 什麼時間 要上載到 所以我多數就 我剪好這條影片 就這樣丟上載 就等了 就等到他真的上載到為止 那我就會在instagram 也說 我的影片也沒有了 這樣 那 如果大家 有什麼關於白鳴漢 那些問題 都可以在IG找我聊天 或者問我相關的事 那 這段影片就是這樣 拜拜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